这乘客怎么搭起了霸王车 台南有一个计程车司机载到一对姐弟 两个人一下说要到台北之后又说要到台东 几乎是绕了大半个台湾 车资也已经跳到了一万七千多块了 最后司机才发现不对劲 姐弟俩根本就没有钱 而且家属也付不出钱来 原以为遇到了大客户 没想到虽然是白忙一场 一名22岁的女子跟小台一世的弟弟 三号上午从彰化搭车到台南善化火车站 叫了一辆小黄说要去台北火车站 问奖当然开上了中山高一路要往北了 没想到开到嘉义 姐姐突然说现在不想去台北要去台东 问奖想说反正跳表钱照算嘛 于是就掉头转往台东 没想到开到目的地是一家疗疗院 院方表示不认识姐弟俩 司机只好再把两个人载回他们的户籍地彰化 这一路耗了17个小时 开了836公里 调表跳了17350元 结果姐弟俩身上只有300块 搞了半天原来姐弟俩患有中度智障 向他们的家人要钱还吃了命门羹 跑了大半个台湾居然还拿不到钱 问奖现在要告对方诈欺 累得要命又挥头土脸的他 自下抱怨说真的好碎